康熙皇帝清朝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帝之一 他的统治被赞誉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 然而在他杀伐果断的统治下 有一个令人称奇的例外 那就是他早年的亲信和权臣老拜 康熙登基时年仅八岁 身边却环绕着权臣的阴影 这个幼小的皇帝 本该是朝廷上的一颗被遮蔽的明珠 却面临着权力的剥夺和监督 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按照常理发展 在他身边有一位顾名大臣 他是康熙皇帝的忠诚保护者 这位大臣知道年幼的皇帝需要时间来成长和学习 但也不能让国家陷入混乱 于是他聪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既保护了皇帝又保持了朝廷的稳定 康熙皇帝不是一个坐以待逼的君主 尽管年幼他渴望学习治国理政的本领 在顾名大臣的悉心指导下 他开始研读经史 学习政务 逐渐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天赋 他并没有坐在王座上 任由权臣摆布 而是积极参与国家事务 逐渐夺毁了自己的权威 年少的康熙并不容易 但他的决心和智慧 助他克服了种种困难 成年后 他面临了更大的考验 三藩之乱席卷而来 台湾失守 嘎尔丹势力威胁边疆 但康熙皇帝并没有退缩 他果断而坚定地挺身而出 他率军平定了叛乱 收复了台湾 对抗了嘎尔丹 将清朝的国土再次扩大 他的统治充满着传奇色彩 成为了一代英主 但他并非只有温和的一面 对于政敌和违逆者 他从不手软 坚决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康熙皇帝的故事 是一个年幼的皇帝 如何在顾命大臣的智慧之印象 一步步夺回权力 化解危机 最终成为一位伟大君主的传奇 他的历程充满了戏剧性 是一个政治奇迹的典范 然而 敖拜成为了一个罕见的例外 康熙曾下令将他处死 但在执行刑罚之前 敖拜请求一次见康熙的机会 康熙答应了他的请求 两人见面时 敖拜跪地替死横流 一把撕开了自己的衣服 表达了他的忏悔 和对皇帝的深切忠诚 康熙在面对这一场景时 内心也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或许他看到了敖拜的真诚和悔改之音 或许他意识到这位曾经的权臣 在自己的统治下也有出色的表现 无论如何 康熙在含泪的瞬间决定宽恕了敖拜 放过了他的性命 这个决定可能是出于康熙对自己 政治聪明和智慧的自信 他可能认为留下敖拜 有助于维护清朝的稳定和统一 无论原因是什么 这个例外事件为康熙的统治 增添了一抹人性和宽容的色彩 使得他的统治更加丰富多彩和令人难忘 康熙八年五月 皇宫内的氛围异常紧张 那一天 顾命大臣敖拜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命令 皇帝康熙要他立刻前往御书房商谈钥匙 在正常情况下 大臣接到皇帝的召见都会急匆匆的赶去 毕竟这是一位幼小皇帝的召唤不容有失 然而 敖拜却以一种悠闲从容的态度 坐在宽大的椅子上 慢慢享受着茶水的香气 在康熙登基时 年幼的皇帝似乎被全臣们 制作一个软弱无力的傀儡 然而 其中一位顾命大臣 敖拜 却不同寻常 出登基时 朝政大权被校庄太后和顾命八大臣紧紧掌握 而敖拜显的相对谨慎 然而 他的野心和歹识逐渐显现出来 时间流逝 其他大臣相继离世或隐退 而他的权势不断膨胀 使他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是一个政治家 也是一位狡诈的战略家 他知道如何巧妙地利用每一个机会 逐渐将皇帝康熙排挤到一边 他不再将皇帝视为统治者 而是将他视为一个不过是形式上的君主 敖拜的傲慢和权力的膨胀引发了朝廷内部的紧张局势 他的举动几乎没有人敢于对他提出异议 直到有一天 康熙皇帝决定站出来 康熙开始谨慎地策划 寻找可以与敖拜对抗的朋友 他了解到 权力膨胀的大臣通常也带来了众多敌人 康熙巧妙地将这些敌人团结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势力 最终一场政治较量爆发了 康熙皇帝对抗敖拜 这是一场充满权谋 欺诈和背叛的斗争 朝堂上的风云变换 最终敖拜的野心和过分自信导致了他的失败 他被康熙赶下台 一段权力的时代结束了 这是一个政治的游戏 也是一场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较量 在这个故事中 康熙皇帝不再是一个被忽视的君主 而是展现出了他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一面 最终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权威 豪拜最终悠然地来到皇宫 然后跟随小太监进入了御书房 他的行为举止敷衍 但康熙却意外地心情愉悦 热情的命令赶紧为傲大人上堂 然而 当茶盏交到傲拜手中时 他不经意间将茶水尝了一口 立刻被烫的差点跳起来 茶盏掉在一旁 甩得粉碎 被烫伤到傲拜气得脸色铁青 正要发作 康熙的神情却瞬间凝重下来 傲拜 你竟然连阵次的茶水都敢扔 简直是不把阵放在眼里 白人 拿下他 康熙一声令下 一群年轻不苦立刻冲了上来 傲拜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被他们紧紧捆绑住 生生地将这位嚣张的大臣制服了 这一幕 宫廷内外的人都为之震惊 康熙以其坚定的皇权 展现出了对国家的无比忠诚 维护了皇帝的威严 这个故事成为了宫廷传奇 被讲述了数难 而傲拜的命运也因为这一天的悠然自得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将会影响整个清朝的历史进程 康熙皇帝松了口气终于可以安心了 多年来他一直在忍受傲拜的高傲跋扈 这位权臣把皇帝的权威当作无 让康熙在自己的皇位上倍感不安 他时刻警惕着 生怕有一天傲拜会突然改变主意 将他推向地位 对于康熙来说 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憨率 他一直在谋划着如何摆脱傲拜的控制 康熙表现出对政务漠不关心的一面 假装沉迷于娱乐 同时秘密地培养年轻的贵族后裔 共同练习武艺 积蓄自己的力量 同时他也积极地与老臣们建立了联盟 索尼等人成了他的亲信 一同策划着傲拜的下场 傲拜被监建后 他的党羽纷纷离散 失去了领袖 很快被康熙的命令剿灭 索尼等老臣则趁机夺取了朝政的控制权 现在年轻的康熙终于得以掌握政权 但他面临的最后一项任务是 如何处置傲拜 多年来 傲拜的嚣张跋扈已成为朝堂的独留 他横行霸道 不仅对康熙如此 对其他大臣也毫不留情 傲拜被囚禁后 朝中的大臣们都兴高采烈 纷纷将傲拜的罪行列举出来 要求康熙处死他一瓶民愤 傲拜老贼所犯之罪 庆竹难输 臣请杀之以泄天下 朝中大臣的言辞坚决 他们迫不及待的要见到这位元凶被绞刑 康熙皇帝受尽了傲拜多年的折磨 本想对他置之死地 但就在即将下令执行时 却传来一则一败消息 傲拜坚决不肯求生 他替似横流 恳求能够见康熙一面 康熙虽然内心对傲拜的绝望感到满满的满足 但也觉得有些好笑 既然这位曾风光无限的权臣想要一面之缘 那就满足他吧 这一面之会将成为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场面 也会改变清朝的历史走向 虽然傲拜已然成了囚徒 但他的威名却依然令人生畏 康熙皇帝派人将他押送至御书房 但为了安全起见 只给他穿上了一层薄薄的球衣 生怕他会趁机发难报复 傲拜却显得淡然自若 只有在见到康熙时 劳累纵横 经过数月的囚禁 傲拜的身形变得枯高 仿佛老了十几岁 再也没有了曾经被英姿撒爽 他此刻的哭泣让人不禁心生怜悯 康熙皇帝看着他 竟然忍不住感到一丝同情 康熙从未见过傲拜如此狼狈的模样 突然 傲拜跪倒在地 声音哽咽地哭诉道 种种过错都是老臣的糊涂 还请主子开恩 说着他颤抖着站了起来 脱掉了上半身的衣物 裸露着不满伤疤的身体 毫不掩饰地展示在康熙面前 老臣虽有罪 但还清楚地也看在老臣 曾经为大清战斗流血牺牲的份上 宽恕老臣一命吧 康熙心中一震 他的眼中充满了泪水 看到傲拜身上那几十道大小不一的伤疤 康熙意识到这是为了大清国家 他曾在沙场上拼尽全力 忍受了无数痛苦 这些伤疤是傲拜为国家所留下的印记 也是他为大清的付出 康熙再也无法无动于衷 他凭着人性的怜悯 让傲拜站起来 算了老大人 不必如此 你放心吧 傲拜的依托 使他免除了死刑的命运 康熙下令取消了傲拜的死刑 而是将他重新囚禁起来 然而 或许是因为过去的荣耀和现实的失落之间巨大的反差 傲拜最终无法承受这一切 不久之后他黯然离世 康熙皇帝的人生旅程中 傲拜曾是他头顶的阴云 但康熙最终决定宽恕他的一生 因为傲拜虽然嚣张跋扈 但他为大清国家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而杀害功臣 对于任何一位皇帝来说都是痛苦的抉择 这段历史也成为了清朝历史上的一段动人传奇 充满了悲壮的色彩